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之这事打扮看上去十分的清凉 在他的对面 这位背对着我们的文士盘西而坐 他的左嘴上还搭着这张古琴的一角 估计教书叫累了就顺手嗨上一圈调节下气氛 哟 脚趾头也没盖着 直接露出来透透气 他左手拿着毛笔与卷液 右手却伸出去拉住他边的另一位文士一上的袋子 似乎说 您便忙完就走啊 咱们多喝几杯再撤也不吃 而这位年龄稍大的文士本来都要起身离开了 旁边的小铺童甚至马上帮他穿好了靴子 结果被这么一扯 不得不挥过头 伸右手半推着他 老弟 久的事儿好说 可是你要再不撒手 我的衣服可就让你扯掉了 这一推一扯中 连旁边的高速拓盘都给碰倒了 几个果子也撒到了榻上 只原来一个正经严肃的画面也变得灰谐生动起来 而画家也是寥寥树笔 精妙地体现了这半透明沙山的质感 在他们上方还有一位正在分比极数的文士 精力集中一丝不高 人家也根本没空大理这两位的拉扯 在贴近榻的周围 还站着五位小侍女 看来文学里高阳比较注重这次堪定史极的事情 对待文士们不仅提供酒窑餐点 苦勤投胡 工作修行两步 还专门委派宫中侍女前来照顾 侍女们都是上如下群的服饰 画着未经那边招时期女孩们最爱的鹅黄装 这是当时时尚潮人从途径的佛像上 受到启发而产生的妆容 也被人们称为佛装 躺在李昌隐曾有诗员 收羊公主驾驶装 八字公媒捧鹅黄 她们头上大多竖着双逻辑 额线发型也梳理成了卷锣纹佛装造型 盘寻身后的红衣侍女正捧着插战递送过来 旁边这位正准备递尝一张卷页 她的另一侧 这位小侍女拖着一把拼机正想着送给谁用 不知道会不会递给这位老哥作为解围的帮手 而这位抱着的像个巨大鸽蛋漫的物品叫隐囊 其实也就是一种软靠调 类似于今天的大号靠枕 已被文师们教书疲惫时倚靠所用 她扭着头眼光所看出的侍女 左手举着未打开的卷页 右手提着酒壶 缓缓走来 画面的右侧是另一组人物 众人中间一位文师坐在护床上 护床也就是今天马渣的原乡 这里的床不是今天意义的床 有意思的是 她头上竖着当时孩童才竖的脚迹 而她作为一个成年人竖脚迹 则被很多资料解读为布局理法 彰显未尽风陆的形式质方 她面前一位助手正火神拖着倦业 请她批床修改 看来应该是位段位比较高的文师 旁边而定有三位助手 最右侧者正在审读史记 左侧红衣助手 则向踏上人物方向递送 已整理好的资料 中间还有一位正直闭做思考状 哎等等 她的眼神好像不是在思考 而是似乎在偷瞄这位小侍女 好家伙 这不给你个特写还差点没看出来 而小侍女则也是很有礼貌的 给了她了个白眼儿 这哥们要是知道 后来画家把这也画得上去 估计要对这画家说 你可是熊猫这外卖 顺到家了你 而此画的作者 就是北齐画家杨子华 宋奈苏氏曾写过 单行欲写青橙色 世上金屋杨子华 哎说的就是他 他时任北齐之歌将军 相当于世卫君主的金威武官 应该也亲眼目睹了 文师们在教书过程中的情形 后在文学逆的声明下 绘制了这幅纪式作品 让后世的人们 对这个事件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经过1500多年的时光 元族早已失传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宋代的摸本 画面最左侧还有三人两马 这三人中 红一者手指马侧而战 另两位则牵着马匹 他们是直肆养马的器官 总体就是随时听命 准备着去他处 寻取实际资料 而安排到豪华专车与司机 哎这笔骏马 扭过头来盯着画面外 似乎想说点什么 难道是 你瞅啥 不放线